美国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一项决议 挥除特朗普总统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能使得总统 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 在美墨边境地区收据隔离场 在众议院占多数的民主党人 在特朗普2月15日宣布紧急状态之后 提出了这项决议 民主党的议员说 宪法赋予国会控制联邦开支的权力 而特朗普总统的行为 违反了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纳 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将会有18天的时间 来到考虑这一项的决议 但结果还未确定 共和党在参议院以53票对47票占优 但三名共和党议员 苏莎·厄林斯、丽莎·莫尔·科斯基 和汤姆·蒂利斯 已经宣布反对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其他共和党的议员也表示 反对特朗普的行动 但没有说明他们是否会投票反对 感受到参议院的反对 特朗普星期一 劝有共和党人不要跟民主党人一起 投票反对他的国家紧急状态 特朗普说他将否决任何反对 国家紧急状态的国会决议 总统的否决 将会逼使两院召集 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推翻否决 而这是不可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